因為你的作品全部放在一起看了之後 瞬間可能很難抓到一個形容詞 或是歸納出一個結論出來去描述這些東西 然後在過去我展覽通常都用一段比較情緒的詞彙、字眼 或者是比較敘述性的文字來當作我的展覽名稱 那這次就想要就是單純想要讓他清晰 世主讓他清晰一點讓他簡潔一點 所以剛好潛台詞這個狀態其實也比較符合我這次展出作品的大尾根的樣貌 都有一個描述的就像潛台詞他本身所說的一樣 是對我來說其實這個傳統我覺得對我來說可以從像瑪格蒂特那種對文字的使用 他直接這樣拆解他文字本身所指向的方向嗎 但是到現在文字對我來說他可能就變成一種對畫面的引導吧 如何去閱讀畫面或者是透過畫面跟文字的對照方式 就是讓讓閱讀的人不只是可以看到畫面 該怎麼說 從感覺變成一種理解性的東西 對我來說就是從單純畫面 可能只能有感覺或者是有圖像去分析他 但是多了文字來做一個輔助或者是讓他互相指射 可能讓閱讀起來有不同的感想或者是不同的感覺 最近近期的作品可能就是我試圖要傳達的那種幽默感吧 幽默的部分 其實我剛回來的時候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影響或是改變 但是其實最近或者是最近在做創作的時候 都覺得去日本以後就是 祖村這件事情尤其在國外祖村 首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一個空白的人 空白的藝術家對他們來說 然後到外地去創作 所以馬上第一個拋開的事情就是你之前在 覺得在原來的地方那種脈絡的關係 就自己創作的脈絡 所以更可以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出來 然後回來臺灣了以後我覺得 這件事情會讓我又再一次拆解自己 常在做創作的那種形式 就甚至是圖像與蚊子的搭配這種狀態 或者是他們該怎麼樣去搭配 回來以後又好像重新的又再做一次的調整 之類的狀態 其實我對於像看小說 或是看其他創作 或是看電影來講好了 對我來說都好像先看著放起來 他們變成某一種東西 等著發酵之類的這種狀態 就是我並沒有 我沒有辦法 然後也並沒有想要在當下就 試圖要使用那些或是去拆解那些元素這樣子 所以就是透過閱讀 然後先不要想太多事情這樣 其實洞穴這個部分 整個想法其實也不是什麼新的想法 只是就是對關於瓦拉圖洞穴理論 然後對於現實跟虛幻這件事情之間的 他的觀察吧 然後 只是一直對那個結構啊 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同時有非常多人是畫出那個結構 然後 簡單講就是一種說明吧 其實在可以找到很多對於瓦拉圖洞穴結構的 說明的圖示 嗯 然後 嗯 之所以畫兩張 洞穴 嗯 其中一張只是單純的想要 透過 應該說 洞穴只是一個題材 我只是想要畫 然後另外一張 嗯 電影院的部分呢 其實我 嗯 就是發現瓦拉圖洞穴的結構 其實跟我們現在場景電影院的結構幾乎是 沒什麼兩樣的 嗯 所以就 嗯 保留了電影院的座椅 然後把場景換成 洞穴的場景這樣子 做平面作品 對我來說比較 像是在 可以 保持一種慣性 應該說 像是 上班族之類的 就是 方便然後 嗯 幾乎可以每天操作 對我來說 嗯 比較熟悉的狀態 然後保持在一種 比較貼近創作的狀態 然後 嗯 雕塑或者是 就是 立體裝置之類的 它就像是 進入一個空間 或是進入一個 別的 場域裡面 然後 然後 試圖 嗯 在有限的狀態裡面 然後試圖要跟那個地方 嗯 說對話其實也稱不上 對話可能就是 把我個人一些 某種特質 跟那個空間做一個結合 這樣子 然後 這種狀態其實也比較像 嗯 因為有 覺得一個空間 或者是有一個 脈絡在那裡 還可以跟它對應 然後 但是其實也有 嗯 也是有一些 例外的例子 或者是比較貼心 繪畫那種狀態 因為 基本上繪畫 嗯 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面對 空白的東西 畫布本身 那基本上是沒有 特色或是沒有 除了尺寸之外 沒有其他的 訊息在裡面 如果要 單純做一個雕塑出來 那個狀態 就會比較接近 匯況的狀態 謝謝 謝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